有没有看到鸭子眼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提升孩子的艺术能力 因为绘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有很多绘本都是有大师的插画作品 让具有冲击力和色彩的画面 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这能够非常大很大程度的 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培养孩子的艺术感知 例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阿里格斯卡尔卡尔爷爷的一系列的童书 大家都会的 这一本就是童书读完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呢 老师问孩子 那在书的后面 有没有看到鸭子眼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孩子有没有注意到 例如 I don't like a piece 在Daisy的脸部的表情 在画中的头像的秉立 或他表情的舒展上 可以去增强他所说的语言 I don't like a piece 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在用 Daisy不喜欢的表情 逐步靠近你 逐步放大 增强输出他的情感 所以这样非常有趣的插画的表现 也能够让孩子从画面当中 就能够感受到作者想要抒发的情绪 也有例如在书中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这本书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 兔子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温馨 在跟妈妈说 我有多爱你 所以即便在封面 小兔子抓住妈妈的耳朵 都能够让人感受到 妈妈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 所以英语绘本 无形当中 就提高了很多孩子的艺术 跟情感的感知能力